我的穿搭哲学 如果那个熟读佛经的人 应该听过色香味处法 色香味处法 好 所谓穿搭哲学的色香味处法的色呢 就是颜色的色 就是你今天想要展现一种什么样的特质 或者是你想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或者是你觉得积极度不够 你可以从颜色上面去着手 让你自己在这个光谱之下 在这个色谱之下 然后今天产生极大你想要的能量 像例如说红色就比较积极 然后或者是你今天突然很想要很平静 你可以多穿点偏绿色的 就是你可以用颜色去调整你今天的 穿衣服的方式穿衣服的风格 因为我觉得颜色是一个 第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东西 站在比较前面 所以颜色色香味处法的色是颜色 香就是所谓的香味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身上所散发的香味 香气也是一种穿搭的概念跟哲学 例如说有些人会喜欢那种擦一点淡淡的香水 会给人家 你一进到那个空间里面 其实那个你会透过香味去感染现场所有的人 但是记住不要擦得太过 因为我觉得过与不及其实都是不好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给自己一点香味 无时无刻你在一整天你都可以闻到这个香味 甚至想给别人第一个印象是透过香气的话 你可以选一罐属于你自己 然后不会侵略到别人没有侵略系的香水 这是色香味处法的香 那味呢就是味道 那所谓的味道不是真的smell的那种味道 而是你想穿出什么样的韵味 就像以我个人来说好了 我喜欢比较偏中性 我想给人家比较中性的那种味道 所以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让自己穿的可能太细致 或者是太纤细或者是太优雅 我会偏向比较中性 甚至我会偏向比较混搭的方式 这就是你想传达出来的味道 这是在你的穿着当中 色香味处 处呢就是所谓的处感 就是你在选择你今天所穿出去 或者是你今天所佩戴的任何配件 或者是饰品 或者是衣服的料子 它的触感 它的质料 其实我觉得质料它也能够象征出 一个人的穿搭的特性 例如说一件白T好了 唇棉T跟就是那种 不是唇棉的T恤 其实它就是会产生一样的剪裁 一样的cutting 可是你就会产生出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触感质感 其实也是一个穿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色香味处法 再来呢我觉得所谓的法就是 法型的法 如果你今天穿得非常得体 或者你穿得非常好 可是你的头发没有去整理 没有配合它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 你就是会毁了你今天一整天的所有穿搭的打扮 跟你所想设想出来的一些你想展现出来的特质 因为我觉得头发是一个人 他在穿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是你的头发整理过了 你好像稍微穿得随便一点 看起来也不随便 所以我觉得法反而是整个造型当中或整体穿搭之外 不是只有衣服而已 其实你要在意的其实是你的 你的发型你的样子 你如何打理你的头发 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小细节 所以这是我穿搭的五字哲学 色香味出发